因為此風不可掌 我覺得就是 不想要有別的女生 然後再度被這個字眼辱罵 對 因為像我本來就是一個 看壓性蠻強的字眼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以後就是 讓我覺得就是 就身心具體啊 可是如果 有違建他用這個詞彙 去罵一個正常的女生的話 我相信一般正常的女生 應該是受不了這個詞彙 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她不是我 然後她因為這個 去自殺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她要為她自己的言論 就是要受到一些教訓這樣子 我當然是希望就是 可以起訴她 台灣司法可以給我一個 可以給我一個那個 就是司法公證吧 對 感謝大家 而且她還可以這麼 笑笑嘻嘻哈哈的講出這些實惠 她對她的言行 舉止 她還要對自己的言行舉止 做一個負責 對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對 因為我 我並沒有想要做她的這個 來蹭新聞 我只是希望就是 不要有言語霸凌 然後有人再去 因為言語霸凌而自殺 的人出現 因為 雙鳴真的很恐怖 就是下面留言真的是很難聽 對啊 罵到你全假 唉唷 我覺得對我的侮辱 我都還好 可是罵到你全假 然後朋友幫你講話也被罵 對 就是 太可怕了 今天告劉偉堅這個 是希望她 不要再繼續 講話的時候 就是希望可以 稍微經過大腦下 就是 不要 不要去攻擊別人 我都希望她就是 為她自己所講的評論 要有一個負責的心 而且她是極度公務 然後讓我就是 才這個幾個月 就是有點身心自體 剛才在裡面 我已經 已經有哭一下了 你有去看神經科嗎? 我有看精神科 她有開注明藥給我 就是開一個就是 安定情緒的藥 那差不多半年 希望就是司法是有一個通道 還有就是透明的事情 我暴受了 就是其實我其實瘦到沒有肉 你瘦了幾公斤? 暴受5公斤 就每天 可能就吃不下東西 對 就是全身都暴受 連也暴受這樣子 那有影響到你接配子嗎? 接業配嗎? 我工作的態度還是依然 可是業配的話 新的廠商可能不敢找我 可是舊有的廠商還是一直在 對對對 就影響的話是 如果 新的廠商聽 聽著它沿路的 我覺得是真的的話 我當然接不到新的Case 就因為這個有暴受 因為憂鬱啊 所以 不想吃東西這樣子 對對對 差不多5公斤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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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